眼前这名漂亮的女人正在熟睡 可下一秒 门锁却是诡异出现一股流动的沙子 沙子随后又幻化成一位不速之客 她来到床边 接着吻香睡梦中的女人 只是男人的嘴角却开始腐化起来 原来她是木乃伊 她想通过这种方式唤醒死去的情人 在三千年前的古埃及 男人曾是法老的大祭司 只是在闲暇之时 她却是勾搭上了法老最爱的女人 然而两人偷吃的事情很快被法老知晓 为了能长相厮守 两人合力将法老给杀掉 只是法老的阵阵惨叫引起了侍卫的注意 他们冲进大殿寻找刺客 安苏纳自知无法逃脱 于是让大祭司先走 因为他知道大祭司能将他复活 待侍卫赶到之时 苏安娜拿出匕首了结自己 这是用生命掩护大祭司逃离 然而大祭司也信守诺言 他带领手下将苏安娜的尸体偷运出来 并前往沙漠深处的亡灵之城 这里是历代法老的安葬之地 并藏有一本能复活死去之人的亡灵黑精 他们将苏安娜的五脏六腑 分置于五个陶翁中 在他不断念着亡灵黑精上的咒语时 苏安娜的灵魂便从黑色液体中浮现了出来 直至灵魂附着在躯体之中 死亡的苏安娜居然神奇地睁开了双眼 眼看仪式即将完成 但法老的侍卫却是出现在了这里 他们不但打断了复活意识 还将大祭司和他的手下都抓了起来 这些手下被活生生智做成了木乃伊 而大祭司则是被处以虫式的疾形 先是将他的舌头割掉 接着将他制作成木乃伊放进光果里 随后倒入大量食人血肉的圣甲虫 这是要让他享受万虫饲养之果 侍卫用特殊的开关锁住光果 这样就能把大祭司的灵魂 勇士的锁在里面 这种刑罚不但残忍 他同时还有一个弊端 一旦有人打开光果 大祭司则会化身为拥有千年法力的妖孽 到时候就没人可以制服他 直至三千年过后 女主伊福的哥哥意外得到了光果的钥匙 只是里面还夹杂着一张地图 打开一看 这居然是亡灵之城的详细位置 伊福作为一名考古学家 他把这事告诉馆长 想说服他一起前去寻找 消失千年的亡灵之城 但馆长对此并不感兴趣 端向之时无意点燃了地图 这也使得重要的位置被烧毁 然而这依旧没能阻拦兄妹二人的步伐 他们来到开罗城的一所监狱 并在这里找到了男主欧康娜 原来光果的钥匙 是伊福的哥哥从欧康娜身上偷来的 所以见到强僧便忍不住给了他一拳 但伊福并不在意此事 他现在只想知道关于钥匙的线索 而欧康娜也不傻 他明白伊福是想找到亡灵之城 于是让他凑近点交谈 在伊福毫无防备之际 欧康娜却是强吻上了他 并让他将自己就出去再说 典狱长见欧康娜被关着还敢不老实 随即要将他送上绞型台 伊福想出价将欧康娜救下来 但自己身上并没多少钱 发财的机会 于是同几人乘坐骆驼一起前往沙漠深处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支人数不少的探险队 双方约定各平本式发掘宝藏 为了抢夺先机 伊福驱赶骆驼跑在了前列 当他们来到神秘的亡灵之城 可这里已经成了残垣断壁 众人在这里搭下帐篷准备长期挖掘宝藏 探险队则是动用人手清理塌陷的入口 而伊福则是领着几人 在另一侧倒过反光的镜子 他选择从死神雕像之入手 因为传说有一本《太阳晶晶》就藏在此处 几人顺着绳索来到陵墓中 通过反光镜的折射 漆黑的陵墓盾时间就明亮了起来 几人点亮火把继续前往深处查看 直到发现了死神雕像的腿部位置 于是便想从这里往上发掘 只是典狱长却是闲不住 他独自在周围探查 很快就让他发现了嵌在壁画上的宝石 他将其取下来放进背包之中 就在他认为这下要发财之时 毫不留意就钻入了典狱长的脚底 待他反应过来 圣甲虫已经钻入了他的身体之中 任凭他想取出来 可此时已是为时已晚 最后他也就惨死于这里 而探险队这边也有收获 他们撬开一块石壁 可是里面突然喷射一种神秘的液体 挖掘的工人瞬间就被俯视带尽 只是这样也没下退探险队 接着从墙壁里发现一个木制的箱子 打开一看居然是亡灵黑金 接着无意发现箱子里还有几个头 几人如同发现了质宝 可殊不知已是打开了死亡之门 而伊福这边还没有任何发现 只是无所事事的强森一个不经意 居然触发开关让一具棺果从顶部掉落了下来 两人将棺果给立在一旁 接着用钥匙将其打开 可下一秒一具躯黑的木乃伊却是弹了出来 伊福很是惊讶 因为如此诡异的木乃伊 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随后在棺果上发现大量的抓痕 于是判断此人是被活着放入棺果之中的 待一天的发掘结束 伊福一眼就认出探险队队长手中的亡灵黑镜 晚上他趁着队长睡着 于是偷偷将他给偷了过来 接着利用钥匙将其打开 好奇心使得他解读其里面的文字 可他并不知道 这念出的文字 其实是复活棺果中木乃伊的咒语 接着天边就飞来了密密麻麻的蝗虫 吓得众人朝着林木中火壁 跑得慢的就被蝗虫给吞噬带紧 跑得快的虽然躲避了危机 可其中一人却是跌倒于一旁 没有眼镜的他寸步难行 接着他就被复活的木乃伊给盯上 当他被伊福发现时 男人的眼镜和舌头已经被木乃伊夺走 伊福转身想逃 可木乃伊却出现在他身后 他将伊福给逼向墙角 戴欧康纳赶到这里 他用手中的喷子直接给了木乃伊一枪 接着抓住伊福迅速逃离此处 然而当他们来到出口 却是被一群黑衣人拦住了去路 原来黑衣人是法老侍卫的后代 也是这里的守牧人 他们让伊福等人迅速离开这里 不要再来招惹木乃伊 因为他是不死不灭的死亡使者 众人体会过木乃伊的恐怖 于是乘坐骆驼纷纷离开此处 可陵墓中还有一人没能及时逃出 而他就是探险队的向导班尼 班尼在陵墓里环顾四周 可身后出现木乃伊 他却是浑然不知 眼看跑是跑不掉了 于是拿出神像吊坠试图驱赶 求求 菩萨 85 发现神像好像没有什么用 不死心的他又换了一个其他国度的 然而在他用不同语种面倒之际 木乃伊居然开口说话了 原来这下他能听懂班尼所说的语言 见班尼还能进行沟通 于是拿出金子想让班尼替他做事 见钱眼开的班尼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随后吩咐班尼替他找回其余的圣窝 转眼他们就来到了开罗城 并在这里找到失去眼睛和舌头的男子 而他的桌子上同时还有一个圣窝 木乃伊随后摘下面罩 接着便将男人的血气息事殆尽 此番行径引来了天地一响 天空不但乌云笼罩 同时还降下阵阵天火 当欧康娜发现屋内的男人之时 此时的他已经成了一具干瘪的窟窿 而木乃伊也开始恢复了部分的躯体 任凭欧康娜如何开枪射击 可丝毫造不成任何伤害 在他朝着衣服靠近之际 一只猫确实出现在一旁 木乃伊见到猫就犹如见到了鬼一般 立即幻化成沙利逃离阵 然而此时的守木人也感到了此处 他告知大家木乃伊的真实身份 原来他是三千年前法老身边的大祭司伊莫顿 只是欧康娜不明白伊莫顿为何会怕猫 一旁的馆长则是告诉他 猫是地府的守护者 在伊莫顿还没有真正恢复成人形之前 猫都能将它克制 而伊莫顿此时又盯上了探险队的队长 随后也把他的血肉稀释殆尽 但欧康娜发现 伊莫顿张开大口释放黑色飞虫 欧康娜虽然躲过了攻击 但在场围观的民众就惨了 接着他又找到持有圣旺的探险队员 同样稀释了他的血肉 这下伊莫顿的本体便恢复得差不多 接着他又找到伊福 好在欧康娜赶到此处 并用猫将伊莫顿给吓跑 眼看伊莫顿还差一步就能恢复成人形 伊福和馆长便在碑纹中寻找太阳晶晶的位置 因为只有他能消灭伊莫顿 最终伊福发现晶晶是藏于太阳神像内 然而此时被黑色飞虫咬过的民众 此刻已经成了伊莫顿的傀儡 他们朝着伊福这边袭来 害得几人不得不乘车连夜奔逃 只是傀儡的数量实在太多 最后一个持有圣旺的队员被甩下了车 而他也很快被伊莫顿给稀释待劲 转眼他已经完全恢复并追上了伊福几人 为了挽救几人的性命 伊福自愿跟随伊莫顿而去 可转身伊莫顿便让傀儡杀了剩余几人 最终他们还是通过下水管道逃离 只是馆长却是死在了这里 随着伊莫顿返回亡灵之城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复活灵墓中的穆乃伊 因为他知道欧康纳肯定会返回这里 果不其然几人已经进入灵墓之中 这回他们朝着太阳神像处出发 在这里发现了法朗门藏宝的大殿 满眼望去都是金黄的遗片 只是此时穆乃伊却是从地底探出了手来 接着是第二只 第三只 片刻间就是一大群穆乃伊出现在眼前 几人拿起手中武器疯狂射击 但穆乃伊的数量实在是太多 几人不得不边打边撤 接着利用炸药发起大范围的攻击 随后找到太阳神像 并在这里果真找到了太阳晶晶 为了拖住迎来的穆乃伊 守木人独自上前交战 而欧康纳则是带着晶晶找到伊莫顿 此时的他正利用伊福的身体来复活情人 眼看灵魂从黑色液体中再次浮出 并附着在穆乃伊的躯干之上 看着苏安娜还差一步就能恢复人形 伊莫顿便拿出短刃要杀了伊福放血 但强森却是带着太阳晶晶出现在上方 趁着伊莫顿被强森吸引 欧康纳提起长剑将伊福手上的铁链砍断 接着与周围的木乃伊交战在一起 然而这些家伙似乎也没多厉害 一砍就断 一踢就烂 在他要砍断另一条铁链之际 却是被半截的木乃伊给放倒 另一边还有拿着石碑的朝他这砸来 在危机时刻他拿起一旁的长剑 用力挥出砍断了木乃伊的双腿 随后这才将伊福给救了下来 而强森这边念起晶晶上的文字 附近一侧的石门里 却是走出了一对手持盾牌的木乃伊 看这装备显然这就是法老生前的侍卫 然而他们的出现却是紧盯欧康纳 这架势看来不是来帮忙的 他们行动十分迅速 还能在墙壁上攀爬 这等战力使得欧康纳很快败下阵来 在这危机时刻 强森念出铲除妖孽几个字符 侍卫木乃伊果真停止了攻击 任凭伊莫顿在一旁如何指挥 可依旧没有任何作用 还得是强森再次发号失恋 侍卫木乃伊这才朝着苏安娜攻击 左孤右盼的伊莫顿 又一次看着情人死在眼前 他抓住强森欲要将他掐死 却是被欧康纳一剑砍断了手臂 但这对伊莫顿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断掉的手臂再次复原 随后抓住欧康纳要将他吞噬 这时伊莫拿到晶晶念出最强的咒语 不远处便出现了一辆 急迟而来的幽灵马车 在他撞向伊莫顿的一刻 他的千年法力就被灵车给带走 不服输的他还想找欧康纳较量 可下一秒就被捅了一个透心凉 看着手上的血迹 显然他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躯体 只见他亮腔地踏入黑水之中 随后再次一点点地变化成当初干枯的模样 并沉入了这潭黑水之中 只是他那不忠心的仆人班尼 此刻正在大包大包往外运金子 然而他无意间触发了一个毁灭性的开关 导致整座陵墓开始出现坍塌 欧康纳带着两人赶紧奔逃而出 只是班尼此时想逃以示为时晚矣 欧康纳很想救他 但此刻他也是爱莫能助了 被关在满是黄金的大殿里 大量圣甲虫蜂拥而出 最后将可怜的班尼给吞噬殆尽 而欧康纳这边此时已经逃出了陵墓 在陵墓沉入地底的一刻 几人总算是安全地来到了空旷之地 在几人呆呆地看着他陷之地时 一只大手拍向强森 这把几人也是吓了一大跳 原来这正是逃脱的守墓人 这里已经不再需要他 于是和几人做了道别便离开了这里 而欧康纳几人也一同乘着骆驼离开 但他还没发现的是 骆驼的后方有一袋沉甸甸的金子 而这就是可怜的班尼所搬出来的 只是他却是为欧康纳做了嫁衣